刚刚辞去职务的台湾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一世 因涉嫌贪腐被检方收押 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台湾最高检察署特征组星期一凌晨 指控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一世 触犯贪腐之罪条例并将其收押 林一世在经过检方人员12小时的询问后 坦诚受贿 台北地方法院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 开庭决定是否准压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 对林一世的过失行为表达了歉意 行政院前秘书长林一世 设入司法案件 我个人已经得到了相关的讯息 我感到非常遗憾与抱歉 据台湾媒体报道 林一世涉嫌在2010年担任立法委员期间 以协助中钢公司下游厂商续约为由 收取贿赂6300万元新台币 林一世曾经担任四届立法委员 今年年初立委连选落败后 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 上星期五 行政院长陈冲接受了林一世的辞呈 VOA卫视报道